你在找一些下次与人相处时 能够化解冷场的话题 或想了解更多知识吗 那来看看这些吧 双胞胎可能会隔几个月才出生 鸵鸟的眼睛比他的大脑大 如果父母其中一个人的手 有超过五根手指 宝宝很有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 这些是真的事实 还是无稽之谈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1.大乌贼有复杂的大脑 但相较于他的身体 脑部却非常小 而最惊人的是什么呢 他的大脑形状像是甜甜圈 而其实到就是把食物 输送到胃的管子 会穿过这个甜甜圈的洞哦 这表示太大块的食物 可能会伤害大脑呢 2.少了唾液 你的味觉受气就不管用了 试着用纸巾擦干舌头 然后把你最喜爱的食物放进嘴巴里吧 剧透一下 你会尝不出任何味道哦 除非你把食物融于唾液中 不然味蕾是无法侦测到食物分子的 3.Kicat 微化饼中间的内线 是由其他不合格的 Kicat饼干做成的 假设出了一些问题 导致油条Kicat饼干因为气泡太多 或是某方面不完美而破坏了外观 但味道却不受影响 没问题 它会被压碎成为口感滑顺的高撞舞 并摇身一变成为新的Kicat的内线哦 4.双胞胎出生时 隔最久的时间是87天 当时有一胎女生 比预产期早了快四个月出生 而另一胎则等到了合适的时间 才吸进了她人生的第一口空气 5.如果你能够找到 大到能够装下土星的水体 那这个巨大的星球 可是会浮在水面的哦 它是有94%的氢气 6%的氦气 以及极少量的氨气和甲碗 所组成的气体行星 这些气体都比水的密度小 重量也比较轻 因此这颗行星是不会沉入水中的 6.鞋带会一直松开 是因为你每次走路的时候 上头绑的节都受到了巨大的重力作用 是正常值的7倍哦 相较之下 世上最强力的云消飞车 则能够让你体验到6.3G的重力作用 7.你看过弯曲移动的小小点状物吗 尤其是当你盯着晴朗的蓝天的时候呢 这些点状物只有一秒或是更短的时间能被看见 它可能会看来像是小小的乳虫那样 这是由于白血球在视网膜前方的威胁罐内移动 而造成的现象哦 有趣的是 你得要求大多数人注意看 他们才会发现这些点状物呢 8.如果带有牙根的牙齿 不小心被撞掉 可以把它放回原本的位置 它会愈合哦 但你应该在30分钟内采取行动 不然的话就太迟了 9.海星没有集中式的大脑 它们的神经系统是均匀分布在脚上的 还是这些手臂啊 这些生物是用海水代替血液 在体内输送不同养分的 10.最后一个加进英文字母表的字母不是Z 而是J哦 I和J会连在一起也不是巧合 因为这些字母最初都是同一个字符 11.医生能够辨别出400多种恐惧症 有些网络上的资料则将恐惧症从常见 例如怕黑或怕蜘蛛到极为罕见 区分成将近1000种类别 例如山羊胡须恐惧症是怕胡须 而睁眼恐惧症则是会怕睁开眼睛哦 12.环太平洋火山带 是个位于太平洋的马蹄形区域 其中包含了452座火山 这占了全世界所有火火山和修火山的75%以上 在所有的地震中几乎有90%都发生在环太平洋火山带 其中也包含了81%的最大型地震 13.你在用鼻子呼吸时 一定有一边的鼻孔会比另一边吸入更多空气 不过别担心 它们会每隔15分钟左右就交换一次 另外有项研究也宣称 用右边鼻孔呼吸 比起用左边鼻孔呼吸 能够得到更多氧气哦 嗯 谁知道呢 14.大多数人都不会注意到 但当你没有用舌头时 它会比较靠近上额而非下额 15.还记得你把FM广播调到电台与电台之间的频率时 所发出的嘶嘶声吗 这个声音的其中一部分称作白噪音 它源自于宇宙大爆炸 也就是说宇宙在大约138亿年前诞生时的声音 你还是能够听到的哦 16.多项研究证明 早产额成为左撇子的几率 是足月出生宝宝的两倍 17.如果你决定以每小时105公里的速度开车去月球 得花快半年的时间才能抵达 更别说世上根本没有通往那里的道路了 但是你要是能够以光速移动 整个行程就只需要花一秒多一点的时间哦 18.在彩色电视机于1950年代出现以前 有75%的人说自己的梦看起来是黑白的 现今这个比例只有12% 科学家宣称他们已经知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那就是曾在小时候看过黑白电影和电视的人 一辈子都会做灰阶图像的梦 19.鸵鸟有双大眼睛就跟撞球一样大 他们占掉了很多空间 这也许就是他的大脑会这么小的缘故了 比其中任一颗眼球都要小呢 这可能也是鸵鸟在逃离天敌时 会边跑边转圈圈的原因咯 20.小蜘蛛的大脑则非常大 小小蜘蛛的中枢神经系统 就占了他的身体几乎80% 这也包括占了脚部25%的那一部分呢 21.光子也就是极小的光波包 通常需要花4万多年 才能从太阳的中心移动到其表面 但之后只要花8分钟就能够到达地球了 22.你几乎能把所有可融化的物质都变成玻璃 不过你的动作必须非常快 趁融化的物质分子尚未重新组合成融化前的状态时 就将它冷却下来 23.红鹤的膝盖看起来会像是往后玩 但其实那是他们的脚踝 不是膝盖哦 因为他们离身体很近 还被羽毛遮住了 24.你在超市买的苹果 可能不如你想象的新鲜哦 还未完全成熟的果实 通常会在8月到11月的某个时间点被拆下 接着他们会上拉以热风干燥处理 装入盒中 然后冷藏起来 一直要等到6到12个月之后 这些苹果才会在超市上架的 25.水汁的身体分成为32个独立的部分 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大脑 顺带一提 这种生物也有10个胃 就在这儿呢 26.早期拍照的时候 咧嘴笑会被视为幼稚 而且不礼貌的举动 因此摄影师都会叫人们说 prones 而不是cheese 因为prones能够让嘴巴闭上 27.多指症 是人的手或脚 出现五指以上手指或脚指的症状 这是会遗传的 也就是说这个症状可以从父母其中一个人 遗传到宝宝身上 28.树懒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动物 却出乎人意料的它很会游泳 它们有强壮的手臂 有助于水中前进 这种动物还可以把自己的心率 降到正常速度的三分之一 这能够让它们在水中的时候 憋住呼吸达40分钟之久 29.龙虾的视觉 很差 因此它们会透过触觉 嗅觉及味觉 来了解周遭的环境 但龙虾与大多数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会用小熬内侧的细小硬毛来分辨味道 这些硬毛跟味蕾有着相同的作用 顺便说一下 龙虾的牙齿是在它的肚子里面哦 30.九代球鱼每次生产的时候 都会生下四只相同基因的宝宝 吃完之后宝宝会待在妈妈身边大约半年之久 然后离开妈妈自己生活 它们会涌闯德州的高速公路 并躲避汽车 真是小小冒险王啊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请帮这期影片按赞 并朋友分享 这里也有其他你会喜欢的影片 只要按下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就能够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咯